而这一届的金马奖协星出道的纳豆入围了蓝佩角 他演一个运毒的小弟跟港新许冠文有精彩的对手戏 那讲到了他的竞争对手呢 大家真是强得不得了 包括了有林博红 包括了有前辈曾志伟秦佩和林雪 不过纳豆说了 导演非常看好他 说总有一天他会拿到影帝的 来王先生 我明白你的担忧的 不过你太太的意外 跟阿东的病呢 就没有接触关系的 有赵玉珍的儿子杀了酒病的母亲 原本抛妻弃子的曾志伟 被迫出面接儿子出院 不用很可怜 现在是他杀了自己的妈 你要吃药的 你要吃药的 你看着我 我有没有事 我有没有发癫 没有 我真是 曾志伟的无奈 奈何无助 透过演技 真实呈现 这个角色让他相隔18年 再次入围金马男配角奖项 我不是做老公 我不是做老公 从影超过40年 曾志伟在观众的印象里 一直是一位搞笑咖 你想陈可欣 我也想陈可欣 打开来随便讲也是陈可欣 但是呢 我觉得这样子呢 还是不够偏 最偏是把他撕破 陈可欣 做好了 不论是颁奖典礼的气氛带动 还是电影里的角色营造 曾志伟都很有他的一套 一千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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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我踢一脚就行了 快来就行了 我不是我啊 五福心里的罗汉果 是台湾观众 对他印象最深的角色 其实进演艺圈前 曾志伟是一名足球运动员 1972年 在洪金堡介绍下入行 目前幕后都做过 一年工作人就笑 你演得比较好 你演得很好笑 你演得很卡通 不只会搞笑 1991年 曾志伟和谭永霖 合演的双城故事 他饰演一位癌症病人 赚人热泪的演出 一举拿下第十一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 突然间有一个戏里 真的 沉浸下来 对 去演的话 观众会那个感觉就很深 演技获得肯定 曾志伟也开始尝试不同戏路 欺负醒了我 我一条命叫做 一将功成万骨护 无间道理的黑道大哥韩称 是曾志伟另一个经典 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主见 每这样的事情他看得很远 很有计划 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虎父吴全子 曾志伟的儿子曾国祥 也进演艺圈发展 我这五六年来一直都希望说服他 帮我拍一个戏 专职幕后的他 今年凭着指导的七月与安生 入位金马导演奖 我真的是完全没想过 自己会有机会提名的 因为我觉得 能跟这么多 这么好 这么优秀的导演 同时在那个提名的名单里面 我觉得自己已经赢了 副职党一起入围 虽然不是金马奖的第一次 但这难得经验 让曾志伟开心到不行 还用问吗 他能开心 好比他重状元一样 哎呀开心的不能 父子俩希望一起得奖 但一起入围的对手 也把他们当成劲敌 没钱 没钱为什么要赚我的钱 但我办完事我就有钱 携仙出道的纳斗 首次入围金马男配角奖下 他饰演运毒小弟 和港星许冠文 有精彩对手戏 好丢了 想不到居然可以靠电影 然后入围金马奖 其实真的是 直到入围那一刻 纳斗难掩激动的情绪 哭到气不成声 其实我从拍这个 中导的第二部片 从那个第四张画开始 中导在现场上就跟我说 纳斗我有一天 一定要帮你拿到影帝 然后那时候我都是觉得说 他就开我玩笑这样 舞台剧出身 跨竹戏剧主持 也参与不少电影 像是肖静腾主演的 杀手欧阳盆栽 蔡岳君指导的 痞之英雄首部曲 全面开战 还和模特儿出身的白星慧 也富气荡 原来出一次 不知道全面访定自己 条件这么优秀 不只纳斗 今年金马也多了很多新面孔 像模特儿出道的陈婷妮 首度跨竹电影 就入围金马最佳新演员 一起搅逐这个奖项的台湾演员 还有只要我长大理的 原住民童心陈宇 哥 我带你喜欢吗 很懒的啊 爱死你了 我哥超厉害的 他的肌肉跟牛一样壮 两位电影新兵 要挑战孙牙 只有一次的荣誉